慈南村的铝鱼潭商圈是花莲县最具知名度的观光旅游景点之一 而土地问题也是当地业者急需想要解决的问题 参选寿丰厢乡长补选的刘耀宗就提出铝鱼潭商圈的土地政策 一旦他当选就会推动保护区土地的解编以及极限运动场地的推广 参加寿丰厢长补选的两位候选人都提出未来的证件 登记一号的候选人刘耀宗对于池南村的政策 就是提出铝鱼潭商圈土地保护区解编的政策 以及极限运动推广的发展愿景 我们整个铝鱼潭商圈的发展 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区需要解编 让商店街可以就地合法 我担任乡长补之后 要向县政府积极地争取 比照六十丹山跟四克山的模式 让铝鱼潭商圈被划分为保护区的铝鱼潭商圈土地 可以顺利地解编 就地合法 让所有商圈的基民可以获得保障 在这边安身立命 因为寿风是我们的家 铝鱼潭商圈保护区解编 可以让当地基民的潜意获得保障 更可以带动整个花莲县观光休闲旅游 起飞跟发展 感谢县长习贞会 以及历任县长对铝鱼潭商圈的照顾 每年都会办理大型的活动 来带动观光的人潮 我也会带领相公所团队 朝向极限运动设施的方向 来强化整个铝鱼潭周边休闲旅游景点 让铝鱼潭成为全国最有名的 观光休闲及极限运动的基地 前南村长张清飞表示 前乡长的带领下 为铝鱼潭商圈举办了许多的活动 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与游客来到的意愿 在这边也要首先要感谢我们 这次候选人我们李奥中先生 积极的重视我们铝鱼潭的观光 还有我们保护区的问题 我想很积极的就在这边陈述 当然如果他能够顺利当选 我们送乡长 他一定会跟眩府来沟通 赶快来解编我们铝鱼潭的 这个保护区的问题 解决我们村民的这个铝鱼潭的 生命财产的一个保障 曾淑义也表示在他任内 推广了许多铝鱼潭商圈的活动 希望在他附序的带领之下 一旦能够进入收封箱公所 他能够再次的为铝鱼潭商圈 策划更多元化的行销方式 一年来在农会担任总监市的时候 在三千办了好多的一个美食的一个认作的活动 推广的活动 认为说我们的铝鱼潭商圈要有创新 就是极限于这个滑船啊 还有娱乐区等等 我们可以多支援的极限的运动 多元化提供给我们消费者 能够选择多比较安全性 还有亲自性的一个提供给他们 有娱乐的地方 休闲的地方 这是我在这一年担任乡城之内 能够除了合法化的一个街边以外 还有提供创造新的一个多元化的 一个极限的运动的一个选择 而在说风箱长候选人刘耀宗的政见当中 就提出了活化铝鱼潭的旅游商机 以及极限运动的推广 希望能够打造铝鱼潭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胜地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